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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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张琪六段 今天我会来分享一道非常有趣的手镜题 這是我第一次讲解 如果我讲了不好的地方 請大家多多的包含 那我們就开始吧 好 我們先来看这道题 这道题是黑鲜如何撒白 首先如果黑起简单 这样简气 白起简单煎一个 會形成一个打结 所以这一堵黑的不行 如果黑起 长次要长气 白的可以板 黑的紧气 这样还随便能打结 所以这堵黑的不行 所以黑起此时有一个非常妙的妙手 挖在这里 面对这一挖 白起有两种全责 一种是打左边 一种是打右边 如果白起这时候是打右边的话 黑起可以断掉 白起把 黑的作业 这样子白起就死掉了 如果白起想要杀黑起的话 白起会下主板 黑起长 白起跑 但这时候黑起可以拐一个 有剑合 这两个剑合 所以此时白起也不行 再来我们来看 白起打左边的变化 此时黑起不行挖在这里 因为白起可以板 黑起 白起接 这样黑的会板起 所以黑的再阻不行 所以黑起必须下出第二个妙手 断 这步起非常难以察觉 现在白起有两种应对方法 一个是打 一个是吃 我们先来看打的变化 打的话黑起可以定 白的是黑的作业 这样此时黑起有两眼 所以这一图白的不行 所以白起最强的应对方法 是把这个提掉 黑起现在要走出的第三副妙手 箭在这里 白起这时候一定要破眼 所以走在这 黑起爬 白起打 黑的景气 白的提掉 黑的景气 这时候白的会慢一气 所以这一图白的不行 这道题黑起下出了三个非常厉害的妙手 真的是非常精彩 最后我们来看一次本道题的正确答案 挖 打 断 抵 抵 抵 拼 爬 教吃 紧气 提掉 再紧气 白起吃掉 黑的拔 以上就是本道题的正确答案 我是张琪六段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